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妻子 你给妻子三分情 妻子还你七分爱 无论你多么有文化 妻子多么无知 请你一定要善待你的妻子 因为即使你虐待他 你得到的只能是痛苦 大家知道 卢勋是很多人敬仰的大文豪 可是他的妻子徐广平 却受笼络 孤苦度过一生 他在人生最后经验总结说 希望这辈子没有遇到他 是想徐广平一生的付出与等待 到最后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复 他怎么能不心寒 怎么能不反思自己的一生 无论你多么金贵 妻子多么贫贱 请你一定要善待你的妻子 因为即使你侮辱他 你得到的只是别人对你的轻视 妻子嫁给你以后 就给你休妻相关 侮辱他就是在侮辱自己 损害他就是在损害自己 他这一生跟随你 你就必须担负起责任 善待你的妻子 你得到的是一份赞誉 一份感激 是一份高贵 是一份赞誉 是一份赞誉